我们看一下外面的树啊 这么黄 比我还黄 黄黄的球也在黏珊瑚乱的拍 你就像个筷子手 beautiful 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用Mac的 是的话可以在屏幕上敲个一让我看到啊 我呢是从18年开始使用Mac的 到现在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了 18 19 20 21 真长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觉得Mac一定要装的小众软件 幸福感可以提升6.9倍啊 那第一个软件呢就是It's Psycho 就是当我们事情很多的时候嘛 想看一下日历 就看看这个月的安排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在程序里面找到日历 那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很麻烦的 那我们装了这个软件 就可以直接在中边上显示日期啊 点开就能看到整个日历了 那下面的小红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代办事项 这里还能点这个加号添加一个新的事件 就名字啊还有位置 那或者是点图钉就可以把它钉到最前面 就比如说我现在再开一个网页 它就钉住了 然后它就一直在最前面了 反正功能就超级的全面了 这早是 那这还没完 我们还可以点开设置啊 包括像怎么显示还有显示什么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这个就很带劲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用过就回不去了的 那我先随便打开一个英文网站 就比如说我平时找音乐的地方 这旁边呢 MOOD 情绪 就可以看到这些NEO就全是英文了 那以我CET4 也就是大学英语四级的专业能力啊 就阅读起来还是很费劲的 这都是些傻玩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BOB这款软件了 那我Option加S 困有这个单词 失败了 理解万岁 那我再点一下 诶 它就识别出英文并且翻译成中文了 而且像这样的一长段也是可以的 那不只是滑词翻译 像这样的选中之后再翻译它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里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翻译的语言 就要翻译成日语 那英语报的医疗设计下强烈推荐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痛点了 复制东西的时候就有一堆东西要去复制嘛 然后这些东西又是重复的 这样我们就需要在两个文档里面来回的去切换 那PASS的这款软件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粘贴 我们打开软件可以看到最近复制的内容都在这里面 往这边滑的话就是之前的历史记录 假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BOB给复制上去就直接双击 诶它就上去了 那除了粘贴呢 像我平时常用的Emoji 序号 帐号密码都可以收藏到里面 就不用重新再敲一遍了 我们还可以在设置里面去选择 逆数记录保存多久 有几天呢 或者几个星期 然后几个月 还有几年 那因为我是订阅了嘛 所以说当我在别的电脑上面 装了这个软件 它的内容就同步过去了 我们在iPhone上面可以体验到打开耳机盖子的动画 那我们在电脑上面能不能也有这样的效果呢 答案是 有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爱情 它是否是一种味道 还是 因你 就是AirBody啊 那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堆参数 这些都不用管 我们直接把它关闭掉 这时候呢 我们再打开AirPods 诶 就有动画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摸鱼 哦不对 是吃瓜神器 那三分钟积极认真的搬装工作之后呢 总得休息两个小时吧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MacBook这款软件 它其实就是摸博 特别关注啊 还有热门 那你可能会说 我直接在网页上面刷不是更爽吗 诶 那这就不优雅了 你看看鼠标放上去就播放的效果 肘子又滑又返回的效果 还有这拉不动的弹性 多高级 温馨提示 说完就记得把它关掉 就别被老板发现了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上面提到的软件对你有用的话 请评论点赞分享一键三连 我之后还会分享Mac上的图片PDF处理 做笔记等一些比较实用的工具啊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哟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校园 交温馨 校园 每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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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隔